你们的离婚的协议构成到底是什么样的 所有的债务由谁承担 所有的债务都由他承担 财产呢 产产也没啥产产 怎么想出要复婚的呢 我是感觉就是 就是感到离婚在这段时期 一直慢慢地想起了对方的好 再一个我关键还是对这个女儿嘛 不想给他造成这种负面影响 我想给他一个完整的家 所以说想把这个家庭重新组织起来 其实到底应该怎么办 这个摆在这儿了 有情感上的问题 确实有 先生确实也有问题 这么多年有问题承认对吧 现在现状就是这样 还有一个小女儿 要不要共同在一起再生活下去 还是分开了生活可能会更好 那应该怎么解决这些现实问题 和情感的问题 你听老师的意见 好吗 我们一起进入乌比特问卷 两位好 一段二十一年的婚姻 看似一直以来都很平静 但其实你们生命当中的一次转折 就是这个二宝的来临 对于女人来说生孩子 是很敏感的一段时间 你所有的这个思维水平 激素水平都不一样 你会对所有的事物的感受都加倍 所以生完孩子以后 开始重新地思考你的人生 甚至连大宝出生那一段时间 他的种种不好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